咱们之前呢讲过FoxRite的Rite3压缩的这款插件 咱们今天来讲它的另外一款Rite2 是均衡插件 大家好,我是Alex 咱们今天看的这个插件呢 实际上也是FoxRite的生卡免费赠送的这个软件包里的其中一个 是叫做Rite2 这个呢最早起源呢 实际上还是来自于FoxRite那个特别著名的ISA的调音台 它的均衡的部分 后来呢FoxRite推出了Rite2的硬件 然后最后被模拟成了插件 这个插件呢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四段均衡加高低切 或者你可以认为是六段均衡之类的 从界面上看到最左边呢是它的high pass 也就是低切切掉低频36 105 330 这个呢是无极调整的 所以并不是推挡的 你可以很精确的去调整到某一个部分 但是呢你在使用中一定要注意的是 它这个旋钮啊其实相当灵敏的 有的时候如果你希望去细节调整的话 你要按住shift 你键盘上的shift 这样的话你调整的时候会稍微慢一些 接下来呢在右侧呢对应的有一个高切 那你可以切一直切到3.9 然后中间这四段呢 低频和高频呢都是shelf 你可以看到它这种形状 会影响到这个频点 特别靠低频或者是特别高频的部分 而中间这两个频段呢都是bell shape 也就是这种鼓包的形状你可以鼓起来推或者鼓起来切 它覆盖的频段呢还是相当广的 所以呢中间这两个频段是相当的灵活的 同时呢它给了你一个可变的一个Q 也就是这个均衡的宽窄的一个控制 往左辈转呢是非常的宽 往右辈转的话是非常的窄 这四段呢都可以有加减16个DB的调整 所以作为一个插件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简单直观的这么一个插件 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也是非常容易去理解 但是呢在我自己使用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我很少会把它的声音推超过4个DB 基本都是在4个DB或者到5个DB左右的时候 那个基本就是我的上限 我不会把它推特别多 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插件的声音呢 是会稍微有一些硬了 它有的时候你推多了以后的声音并不是很好听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咱们今天呢就用一个人声来演示这个插件 我先给大家听一下没有这个插件的 然后我们一会去进行一些调整 听起来还不错 那我们稍微做一些调整 目的呢是希望这个人声稍微从mix里面更站出来一些 同时呢推进一些它的中频中高频的部分 让这个声音呢稍微变得结实一点 我们来一起试一下 然后呢我在中频的地方找一个地方稍微推进一些 这时候会用比较宽的Q 往这个方向挑 我在找一个非常明显的那种 boxy或者那种鼻音的地方 这个人声的地方呢你可以用一个技术 就是你同时去切低频 但同时呢再增加低频 比如我现在用低切 把它差不多切到六七十的样子吧 大概在这个中间大概的位置 然后呢你可以在比如说一百左右的地方呢去推一些 尤其是男生你的这个地平的那种暖度会稍微的增加一些 它的质感会稍微提升一些 这是非常常用的一个频段 如果是女生的话你可能稍微要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 比如我们现在在差不多这个位置 稍微推一些 好我们来听一下单独听人声 在整个密集里面 我个人共享受 喜欢可能是这个均衡调整过后的声音 尤其是放在mix里面 你会明显能觉得他这个人声 从一种特别乌乌的那种感觉 站出来 这个插件呢就是非常非常简单好用 我们也没有特别多要去讲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用在很多其他的乐器上 或者是地方 但是我个人还是那个建议 就是你在推的时候 不要把它推的特别的多 你可以把这个均衡推的很高 或者减的很多 去找到那个频段 然后帮你找到那个频段 之后呢你再去把它调回来 很有意思的是 它基本上三四个DB 四五个DB 就可以给你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我个人认为你推多了 有时候声音会不是那么的好听 那既然这个插件这么简单呢 我借这个机会呢 稍微的提一句 到底均衡放在压缩前面 还是均衡放在压缩后面 以前我可能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如果你把均衡放在压缩前面的话 你要记住了 你所有用均衡推起来的声音呢 会首先去触发你的压缩 比如说你在5K的地方提升了 那你5K的所有的声音呢 就会更容易去触发你的压缩 那你的压缩对那一个声音的地方的打磨 就会更明显 但是你要记住的是 如果你在压缩之前用了均衡 你去提升了 比如说三个DB或者五个DB 你最后得到的声音的响度 或者是那种频段的提升 并不会有那么多 因为首先鼓起来的那个频段 会先被你的压缩给压下来 比如说你用2比1的压缩 那可能会压下来一两个DB的样子 听起来提升不是那么明显 如果你把它放在压缩之后呢 那就是你压缩过的信号 会去被你的均衡所放大 那如果你真的提升了五个DB 或者多少的话 就很明显能够听出来 频段提升的区别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的是 你的这个用途很重要 因为你先控制动态 再去控制频段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声音的动态呢 又不是那么的稳 或者是不是那么的可控 所以呢这个东西 你需要去不断的去尝试 看看怎么能够 给你最好的一个效果 在你提升好频段的同时呢 让你的动态控制仍然能比较好 我们很快拿来对比一下 我现在这个均衡呢 放在压缩前面 我一会把它拽到压缩后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现在是压缩前 因为我推的比较少 所以你听起来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呢如果你推的很多 比如说我们在中编这个地方 推16个 所以呢你大概能够感觉到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压缩之前呢 你虽然推了很多 但是会被你压缩给压回来 控制回来 但是那个地方听起来 就是被压缩处理过的那种声音 会更明显 如果你放在压缩后面的话呢 你那个地方就会 推多的话就会很明显 非常然的炸的那种感觉 没有什么对或错 完全在于你自己去听 你认为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以及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而且呢用在单轨上的顺序 和用在总线上的顺序 又不会太一样 有一些最基本的想法 或者原则的第一 你的均衡在压缩之前 可能需要去修复音频 比如说你用低切 或者是切掉一些 你不想要的声音 你不想让它下一步的压缩 把它放大 第二呢 你希望能够突出 你的某一个声音的 频段的特点 而不是突出特别多的音量 那你可能去推 然后让你的压缩 再去控制动态 而压缩之后呢 你用均衡的话 可能会帮助你再一次的 更好的去大线条一些的 去处理你的这个声音的频段 让它听起来更达到 你的这种频段的选择的目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 会把均衡压缩 层叠的去架 比如说第一个修复 第二个压缩 第三个调整频段 第四个再去压缩之类的 没有任何的对和错 所以呢 你一定要自己去多尝试 好吧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 FoxRide的Ride 2 均衡插件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 非常非常简单 好用的一个插件 这个好像也不能 在哪个地方去买到 如果你是FoxRide的用户的话 你可以去免费下载 这应该对很多的 这个FoxRide的声卡 都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你去做 任何的音乐也好 或者录有声书也好 任何的声音处理的话 这个还是相当有效的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拜拜